我对死亡无可奈何 这是人身上的第一个奥秘 第二个奥秘就是求善 我们一直追求良善 但是呢我们这个人类历史啊 证明越来越充满罪恶 科学也越来越发达 知识也越来越丰富 但是人的道德光景 越来越失望 而且这个善呢 每个民族也不一样 中国有中国的善 日本有日本的 回教世界有回教的 西方有西方的 善的标准不一样 我们知道像中国古时候孔子讲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只在其中矣 就是父亲犯了罪 儿子帮他隐瞒 儿子犯了罪 父亲帮他隐瞒 这就是政治 这就是良善 这是中国人的 我们知道看电影的时候 常常看到日本人 那个武士道精神 用刀剖腹自杀 那是他们最高的善 看到回教恐怖主义 他们在自杀攻击的时候 他们认为那一刻 那一刻是最高的善 因为可以直接上天国 见阿拉 我们知道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善的标准 但是呢 我们却用这个善的标准去评价别人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心里相信有一个共同的善 如果我像我们原来学马列的时候所学的 学马克思主义 就是说没有什么共同的善 只有各个民族 各个阶级 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们有什么权利去评价别的民族 别的时代呢 我们之所以能够彼此的评价 中国评价美国 美国评价伊拉克 然后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个共同的善 但是那个共同的善在哪里呢 我们找不到 为什么人类求善而不得 不得也要求 这是第二个谜啊 第三个谜呢 就是求知 我们每个时代 每个民族都在追求知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原来不知道 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就像鱼被养在鱼缸里 就像羊被赶到一片草地上 我们离不开这个地球 我们看着春夏秋冬 日月星辰 一代又一代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到底是谁规定 我们必须住在地球上 必须享受这个阳光 呼吸这个空气 这个吃地里长出来的东西 谁规定的 我们不甘心呢 就开始求知啊 有了哲学 有了科学 科学是什么呢 科学就是无知的一种努力啊 有人说科学就是知道 不错 但是知道 为什么想知道呢 因为原来不知道 哪里有科学 哪里就还有不知道 如果什么都知道了 就不需要科学 说科学本来是表明人无知的 一种努力 一种努力 这个科学是求知的 但是我们求来求去呢 我们更加不知道 有人说 不是啊 我们越来越知道的多了 但是你知道的越多 你就会发现你知道的越少 这是苏格拉底讲的一句话 小学还没有 小学生啊 还没有上学之前呢 他知道的最多 你注意这个美国的小孩子啊 四五岁的时候 他是知道的最多的 因为他还没上学 你说什么 他说I know I know 他都知道 等他上了一年级以后啊 他就发现 他的老师知道的真多呀 知道ABC 知道一加一等二 然后等他上了上了 上到大学 上到博士 他知道的更多了 可是呢 他发现他知道的更少了 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都是写非常窄的一点点呢 你像文科 就是要写某个朝代 某个作家 某个作品的某一方面 所以我常常讲 博士不是博士 都是窄士 啊 所以我们知道的越多 就发现我们知道的越少 啊 科学今天也是这样 我们求知 我们不能不求知 我们知道我们有所不知道 但是到底不知道什么呢 我们也不知道啊 反正就知道我们还有好多东西不知道 啊 所以现在科学家们发展到 到什么呢 大爆炸理论 你们在座的人都知道 说整个宇宙是炸出来的 是从那个Singularity 一个一个基点炸出来的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没有物质 没有能量 这么一个数学点 砰一爆爆出这整个宇宙了 而且那一爆不是乱爆的 不像人格手榴弹 乱炸一气啊 在爆炸的最初的一万分之一秒里 就形成了这个宇宙的模型 从此以后 这个宇宙实在不断的扩大 啊 非常的奇妙 有高度的智慧 高度的设计 完全在被控制之下 宇宙诞生了 这个非常像前几年呢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联合 发现了人的遗传密码 说这个受精卵 你坐胎 这个人的长相 身高 寿命 性格 遗传病等等 都已经写在密码上了 就是那个看得见的人 还没有成型 还没有长大 那个看不见的人 已经被规定了 那个密码 在那个受精卵里 你知道 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发现 那个密码本身 不占时间 不占空间 就像电脑 Window Window XP 你输到电脑里 你乘乘电脑 分量增加了 没有 没有 它什么都不占 它只是一个信息 一个information 一个message 然后 它就控制所有有形的东西 结果这个孩子 就按照这个密码 发育 成长 等到这个母亲的子宫里 成不下它了 它再生出来的继续长 这就是人 其实量子力学 早就发现 宇宙也是这样 在看得见的宇宙 没有出现以前 那个看不见的宇宙 早就存在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太初有道 道就是神 道是什么呢 它的原文叫logos 英文翻译成 the world 话语 中国人叫道 这非常有意思 其实你把这三个词 全合起来 你分析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信息 就是information 就是密码 就是密码 就是宇宙的密码 宇宙还没有诞生之前 它的密码已经存在了 就是logos 这个logos 这个词我们在学哲学的时候 在黑格尔哲学里边 常常用这个概念 它把它翻译成哲学 叫做什么呢 绝对理念 宇宙精神 大逻辑 这个逻辑大得不得了 是宇宙的逻辑 实际上就是密码 说圣经 你看讲得非常清楚 生命就在它里头 这生命是我们人类的光 这就是那个道 现在科学呀 就研究发展到了 今天发展到是一个地步 什么地步呢 发现宇宙是被创造的 你知道以前啊 从那个 人类真是有意思啊 一直求知求知 最早的时候 很早很早以前 我们相信这个地球 是平的 是一块大平板 天是圆的 像个大锅一盖 那星星是什么 是那个锅里 是锅上扎的眼 然后有人问 说这个大平的地 这个这个大地下面是什么呢 那个印度人就回答说是乌龟 乌龟在拖着呢 那就接着问 那乌龟在哪呢 乌龟在什么地方上站着呢 他说乌龟下面还是一个乌龟 然后就不停不停的 下面不停的是乌龟 叫乌龟塔 这是古人的想象 后来人们发现地球是圆的 经过航海啊 发现大海远处那个船呢 出现的时候 总是先出现围杆 后来人们就发现 地球是圆的 后来就说地球是一个球 是宇宙的中心 太阳啊 重星啊 都围着地球转 这是托罗密的地心说 后来就发现了 又戈拜尼啊 伽利略啊 就发现了 不是 是地球为着太阳转 人们就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发现真理了 这才是真理啊 后来出现了牛顿 这个牛顿呢 不仅是把太阳系弄明白了 而且他整个发现了宇宙的规则 万有引力 维持了各个星球之间的 这个正常的关系 所以当时的教皇啊 非常高兴啊 教皇说 在牛顿出生之前 宇宙一片漆黑 上帝说 牛顿你来 牛顿来了 宇宙一片光明 那个时候人类骄傲得不得了 说我们科学就可以发现一切了 不需要圣经了 不需要宗教了 结果没想到 牛顿 两百年以后出现了个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一下把牛顿给冲破了 爱因斯坦的理论说 这个整个宇宙 是在运动中的 是在变化中的 是相对的 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啊 这个宇宙一定是在膨胀 如果不是在膨胀 就一定是在压缩 结果他不相信呢 如果你相信宇宙是在膨胀 那你必须承认 有宇宙有一个开始 但是当时所有的科学家都不承认宇宙有一个开始 他们都说宇宙是无始无终的 是永恒无限的 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既无边也无界 这多省事啊 那科学家们不用论证嘛 咱们在大陆到今天那个科学教育 还是教育这一套 这一套都是两百年前的 说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稳态的静态的宇宙 我们不用考虑他的他的创造的问题 将来消灭的问题 所以爱因斯坦也是这种观念 怎么办呢 他就在他那个公式里边加了一个宇宙常数 加了这个常数以后呢 宇宙就不会变化了 就无始无终了 就永恒不变了 就省事了 结果没想到一个俄国的数学家给他算出来了 说你爱因斯坦你这个数不对 爱因斯坦还不承认 不承认 他就是为了为维护他的信仰 就是整个宇宙是没有创造的 没有开始的 将来没有结束 结果后来哈勃 我们知道哈勃望远镜 那个哈勃呀 就在加州做观察 观察观察观察宇宙呢 所有的星星都在远离我们而去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 上下左右前后 从哪个角度看 所有的星星都在离开我们而去 证明了宇宙在膨胀 在膨胀 这下不得了了 而且还有别的发现 还有这个微波辐射呀 还有热力学第二定律呀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 等等的 所有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 现在科学家们 普遍地承认宇宙有一个开始 叫大爆炸 从那个开始以后 一直膨胀到现在 大概有150亿年 现在宇宙还在膨胀 宇宙有开始 这还了得 开始之前是什么 是谁让他开始的 为什么那一个数学点 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点中 砰就爆出来整个宇宙 而且爆炸是这么有规则 这么有智慧 这么有控制 有生命 有能力 所以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 问那个 伯克里大学的教授 说你告诉我 那个大爆炸是从哪里来的 是谁让他爆的 你有没有一个猜测 他说呀 这事你别问我 应该问上帝 科学家们现在承认 宇宙大爆炸之前 和宇宙大爆炸 那一刻 是我们科学 没有办法研究的 因为他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没有物质 没有能量 要什么没什么 就是无 在无中突然就出了有 叫无中生有 在中文原来叫胡说八道的意思 说这人无中生有 没想到现在科学 就是无中生有 这叫科学 为什么呢 因为斯蒂文豪肯 像霍金 牛津那个教授 他就说 大爆炸的那一刻呀 超越了我们的三度空间和时间 是我们测不到的 但是并不等于不存在 就是现在科学家们 已经承认一点 我们所不明白的 不等于不存在 我们所看不见的 不等于不存在 我们科学不能研究的 不等于不存在 去年那个美国科学杂志 评比十大科学发现 第一个大科学发现 就是发现 进一步的证明了 宇宙中的暗物质和暗能量 或者叫做黑物质 黑能量 就是你怎么测都测不到的 那种能量 那种物质 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所有的星星 所有的日月星辰的这些能量 加在一起 只占百分之四点几 绝大部分是我们人类测不到的 他们维持着整个宇宙的平衡 平衡 在不断的膨胀 却不至于消失 不至于轨道 发生混乱 非常奇妙 所以那个斯林霍金 时间简史的作者 他说的非常好 他说科学的最高定律 是无知的律 The law of ignorance 就是科学发展到最高水平 我们就会承认 我们人类无知 我们再也研究不下去了 因为研究的对象消失了 我们凡是有形体的 能看得见的 我们都研究过了 但是我们找不到他的源头 他的源头 在有形有相的背后 叫做灵 我们基督徒叫做灵 那个灵是什么 灵魂的灵 圣灵的灵 灵是无形无相的 可他的能力无限 无始无终 永恒存在 灵 现在灵就在我们中间 我们的鼻子眼睛耳朵 我们都是看得见摸得着 我们的所有的一切 都看得见摸得着 但是有一样东西叫灵 你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它又真又活的存在 数学上也有一个灵 那是个大圆圈的灵 是个灵 什么都没有 说你得了多少分 考试 得了个灵 那就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知道 数学上这个灵 也是什么都有 而且是最大的一个数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正数 加上所有的负数 就等于灵 宇宙也是这样 所有的正物质 加上所有的反物质 就等于没有物质 就是灵 宇宙是怎么来的呢 是从灵来的 是从什么都没有来的 突然就出现了 无限多的正数 和无限多的负数 无限多的正物质 和无限多的反物质 灵里边什么都有 你知道看得见的 都是不重要的 看得见的 都是要消失的 唯有那看不见的 是最宝贵 最重要的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所以人类求知啊 求啊求啊 终于求到了不知 求到了谦卑 求到了 这个承认 承认什么的 承认由我们看不见的 真实的存在 所以现代科学家们 非常的谦卑 我在读那个一些 现代最新的科学 发现的时候啊 我觉得越读越神啊 就比读神学还神 因为神学呢 它是把那个神的 解释的不神了 而是科学呢 他原来不相信有神 可是越研究越神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中文这个神字 特别有意思 中文这个神字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不明白 你说这件事神了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明白 你说这件事不神 那就是还可以说明白 但是你不是说 凡是不明白的 我都信 那就是迷信 事情发生了 但是你不明白 那就得信 那不叫迷信 对不对 你现在活在这个宇宙里 你知道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吗 不知道 但是呢 你必须活在宇宙里 必须相信这个宇宙是真实的 否则的话 你怎么办呢 你想出不去啊 你不能说我研究透了 我再进了吧 你没地方去 你被规定在这里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 人类是一个非常奇妙的 我们自己啊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是非常一个奇妙的一个生命 我们明明要死 我们却不想死 求生 我们活在罪里 我们不甘心 要追求善 却求不到 我们处在无知愚昧当中 我们要追求知识 追求真理 我们却得不到 我们好像被锁在一个笼子里 我们知道外面 我们却出不去 我们知道背后有什么奥秘 我们却拿不到 我们知道有永生 我们不甘心 要跟死亡抗争 最后都要死亡 人类多么可怜 每个人都是这样 不仅人类啊 个人也是这样 我们个人这一生当中 你想想 你要求知 你想知道真相 真理 你想求善 你想成为一个讨人喜悦的人 你想成为一个好人 自我完善的人 你还求生 老想多活几年 明明知道要死 还要想多活几年 其实我看到那个 那个看病啊 其实你说实话 你到老年啊 你花几十万美金去看病 你这钱也是白花 你早晚还得死啊 你说那钱留得多好 他就是不甘心 哪怕多活一年 哪怕多活一个月 甚至有时候 哪怕多活一天 都不惜花上几万 你说人这种 多可怜吧 就是明明知道要死 可就是不甘心死 不甘心死也得死 死也不甘心死 你说这多可怜 你说求善也是这样 明明知道自己身上有罪 自己不喜欢 别人也不喜欢 老婆也不喜欢 太太也不喜欢 那个那个 老公也不喜欢 谁都不喜欢自己的罪 可就是克服不了 可怜不可怜 知识也是一样 就是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张家有张 你有你的真理 我有我的真理 人人都有他的真理 一争起来 争三天三夜 谁也争不清 人类可怜 如果真的有上帝 如果宇宙真的有道 他一定会可怜我们 一定会顾念我们 看我们这样寻找 这样挣扎 他一定会来 启示我们 什么叫启示呢 就是他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他来告诉我们 这叫启示 跟学习正好相反 学习是什么呢 他知道 我不知道 我向他学习 你知道启示 是告诉我们 有时候我们都听不懂的 因为现在科学家们呢 常常说 我们要找外星人 我们要找那个 更高的文明 我们希望找到他们 而且一定宇宙当中啊 有更高的文明 其实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 如果有更高的文明 有更高文明的外星人 不用我们找他们 他早找我们了 对不对 因为他比我们高嘛 你还没想到 找他们的时候 他们早就找到我们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即使我们遇见他们 我们也不能明白他们 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 比我们高 他们的行为方式 比我们高 他们可能不用我们 这种思维方式 他们可能是心一动 对方就理解了 真的 有时候我就想到 如果真的有外星人 来找我们呢 我们也发现不了 发现不了 他发现了我们 我们发现不了他 这才叫高啊 有人有的科学家就猜测 说耶稣 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外星人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宇宙之外 更高文明的代表 来到了地球上 结果他说的话 我们听不懂 他做的事 我们也猜不透 什么处女怀孕 死而复活 水变成酒 平静风浪 让瞎子看见 笼子听见 哑巴说话 这些事 我们本地球的人类 一概做不出来 只有那更高文明的 更高的能力的 他能做出来 其实耶稣他自己说了 他说 他是从天上来的 他跟我们讲这样的话 他说 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何况讲天上的事呢 他说 我来自上面 你们来自下面 我所说的是我见过的 我所见证的是我知道的 耶稣一再这样讲 但是我们人类还是不信 为什么不信呢 因为我们没有能力 去理解他 他太高了 太高了 所以有的朋友就问我 说 远真明 你们圣经上 有没有讲外星人的事啊 我就用耶稣的话 回答他 我说 我跟你说地上的事 你都不信 何况讲天上的事呢 耶稣 他所说的话 他所做的事 真的是超乎我们的逻辑 超乎我们的理性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第一 他超越了空间 他在时空以外 他是灵 他是圣灵感应 他说 我的话就是灵 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身是无意义的 他说你们的灵 要再活过来 叫重生 你们若 你们的灵若不重生的话 看不见神的国 也不能进神的国 这个灵是什么呢 超越时空的存在 他既在时空之外 又在时空之内 所以耶稣说这样的话 他说 除了从天而降 依然在天的人子 你们没有人生过天 我读到这个话 我当时就不明白 这话完全不合乎空间的逻辑 我从天而降 我还依然在天 哪有这么说话的 我来自加州 依然在加州 按照空间的法则 你在这就不能在那 在那就不能在这 但是耶稣说 我既在这又在那 我既在地上又在天上 你们会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了 在人子身上 听得懂吗 他超越了空间 他还超越时间 他说 将来你们要 你们要找我 你们因为现在 你们不认识我 你们将来要认识我 但是马上又说 现在你们已经认识了我 这时间也乱套了 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亚伯拉罕就相当于 咱们中国的炎黄 是我们是犹太人的祖先 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你注意这个用词 用英文才看得清楚 他说亚伯拉罕 说的是过去世 他说他自己是现在世 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而且说我的时候 说的是现在世 说难怪那个谁 那个犹太人 要拿石头打他 犹太人说 你还刚刚三十岁 你怎么能没有 亚伯拉罕就有你呢 他还说将来你没有看见 人子 他自己 能够跟天父 一起享受 创世之前的荣耀 创世之前的荣耀 他现在都拥有 他说话 那个时间 完全给冲破了 完全不合乎时间的法则 他还有很多法则 他都冲破了 他跟他母亲说 妇人 我与你何干 他把亲情 他把自己的亲情都超越了 他父母找了 他三天把他找着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呢 难道不知道 我要住在我父的家中吗 他父亲找他呀 他说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难道不住在我父的家中吗 不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 他说的父是天上的父 他完全超越了亲情 超越了人际关系 而且他超越了他的民族 他当时讲 把犹太人气的 他说上帝在大饥荒的时候 先知 没有去以色列的一个 任何一个寡妇那里去 他反而去了什么 一个外邦人的寡妇呢 你知道 长大麻风的时候 以色列的大麻风的病人 谁都不得医治 只有外邦人的得医治 他说这话呀 把那个犹太人气得又要打死他 这个人 耶稣这个人超越了时间 超越了空间 超越了家庭 超越了民族 超越了民族 他完全是属于人类的 所以他特别喜欢一个自我称呼 叫人子 人子就是人类之子 他是他们人类之子 他是神子 上帝之子 上帝之子成了人的形象 成了人的肉身的样式 来跟我们说话 传达给我们 真理 恩典和能力 我们人类不是求知吗 耶稣来告诉我们真理 我们不是求善吗 耶稣来告诉我们 最高的善是什么 我们不是求生吗 耶稣告诉我们永生之路 什么是真理呢 耶稣说 真理是灵 哎哟 这可是识破天经的一句话 我们原来一直以为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一套道理 一种哲学 或者科学家们说 真理是宇宙的法则 宇宙的自然规律 这叫真理 如果我们把宇宙的所有的法则 都研究透了 我们就掌握了全部的真理 但是现在的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 No 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说 在大爆炸的那个点上 宇宙所有的自然法则全部失效 全部失效 真理不在这个宇宙中 真理在创造宇宙的 那个大爆炸之前 耶稣说那是灵 无星无相的灵 那是真理 耶稣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真理是灵 真理不是神学理论 不是一套教义 神学互相攻击来攻击去的 没有 谁也不知道谁对谁错 哲学也是 两千多年 互相攻击来攻击去 没有一家哲学是对的 所以像罗素 像尼采这些人都说 没有真理 为什么没有真理呢 因为每一个真理 都自称自己是真理 而别人都不承认它是真理 所以没有真理 不错 没有真理是对的 真理是灵 是神 是那个创造宇宙的 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灵 这是真理 所以耶稣说 神是灵啊 你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一样 你如果想认识这个最后的真理 最后的终极的真相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 你不要以为想用你的头脑 用你的理性 用你的逻辑 用你的知识 No 耶稣说 此路不通 科学家们也说 此路不通 因为人的理性逻辑 自然法则 不能通向宇宙大爆炸之前 耶稣给我们来了 他来了 他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 这是关于真理 关于善 我们人类一直求善 那真正的善是什么呢 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善 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善 我们求善而越来越恶 我们想变成义人 却越来越有罪 为什么 耶稣告诉我们说 最高的善是什么 是爱 是十字架上牺牲的爱 是舍己 是舍己 所以他来到人间 完全活出来神的爱 整个耶稣是一个爱的化身 他指着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百合花 他表达说 这是天父的爱 你看飞鸟也不种 也不收 天父养活他 地上的百合花 也不仿现 也不织布 可是呢 索罗门王最融化的时候 他的穿戴不如一朵小花 他说日头 照你们好人 也照你们歹人 降于给你们义人 给你们不义的人 神是这样的无条件的爱你们 你知道耶稣 他指着大自然 指着宇宙 给我们解释 神的爱 在我们人类 以为是自然法则的地方 耶稣指出法则背后的爱 爱 因为科学只研究法则 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 这个法则是上帝规定的 这个法则背后有神的爱 就好像做父母的 给孩子规定了 出门必须穿衣服 进门必须脱鞋 这些法则是父母规定的 这个法则背后是什么呢 是父母的爱 耶稣真伟大 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深刻的 难怪这个耶稣 成了全人类的救助 他太伟大 他不仅只是大自然讲述神的爱 而且他把整本圣经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 我原来没有信耶稣之前 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我一直以为宗教是什么 宗教就是捆绑 宗教是鸦片 宗教就是让你活也活不好 死也死不了 宗教就是搜刮你 目前搜刮你的钱财 和搜刮你的经历和感情 但是我认识了耶稣以后 我才突然发现 不真正的信仰不是这样 耶稣说整本圣经啊 所有的宗教的律法 就是爱 就是爱 他说你们要爱神 因为神爱你们 你们也要爱人 就像爱自己一样 爱别人 这个你知道 这句话对我启发大极了 如果任何的律法违背了神的爱 都是坏律法 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安息日就代表宗教的律法 宗教的法规 宗教的仪式 你知道上帝设立这个人间的这些法则 都是为了人 为了他的儿女 不是让他的儿女去牺牲自己 去服从那个宗教的法规 真好 所以我告诉大家 耶稣基督跟基督教有本质的区别 有天壤之别 基督只有一个 基督教分很多教派 斗来斗去的 基督从来不犯罪 基督教两千年犯了很多罪 基督是神 基督教是人组成的 基督从来不改变 永远不改变 基督教呢 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改革的历史 所以基兄姐妹朋友们 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 你让我入教我才不入呢 所以我成了基督徒以后 有人说你入教了 我说我没入教 有个朋友跟我说 说你不能入教 像我们这种人是应该自己创造一种新宗教的人 骄傲都不得了 真的 我们真的很骄 要想让我们入教 我刚刚被开除出党 因为入教 这不是自托罗网吗 但是呢 我碰见的是耶稣啊 耶稣可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 他是天地万物的 那个创造者的开派来的 他指着天地万物讲述神的爱 他自己活出神的爱 他说一切都是爱 天父爱你们 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逼迫你们的祷告 他讲的 因为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父亲 你们都是儿女 兄弟姐妹 耶稣把圣经概括成一个爱字 而且耶稣给他的门徒一个标志 就是爱 他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 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你知道基督徒的标志不是来做礼拜 基督徒的标志不是奉献十分之一 基督徒的标志也不是喊卓啊卓啊 那基督徒的标志是爱 当然这是个本末关系啊 你如果真的有了爱 你当然会奉献了 而且不仅是十分之一 还要多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你如果真的有了爱 你自然会赞美主 你自然会来教会 这是个本末关系 所以基督跟基督教的关系也是这样 你真的爱基督 你会加入教会 但是你加入了教会 不等于爱基督 我是真的耶稣救了我 因为我遇见了他以后 真的像一个大光 一下子把我照亮了 这个大光穿透了所有的宗教 穿透了所有的哲学 穿透了人生 照到我的心里 而且耶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他自己活出这个爱来 凡是他所说的 他全活出来了 他说打右脸给左脸 偷内衣给外衣 强迫你走一里 就跟他走二里 那个这个 借个人东西不要想还 哪有这么说话的 这标准太高了 我记得我在洛杉矶的时候 有一个探亲的老奶奶 第一次来团契 听到正好念这一段经文 听了以后他就说 这谁说的 哪有这么不懂事的 哪有这么教育孩子的 打右脸给左脸 偷一件再送一件 后来说这是耶稣说的 他不吭声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标准是太高了 但是这标准 耶稣自己全做到了 全做到了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拿鞭子抽 拿枪扎 拿兔摩兔 他没有还手 他也没有还口 他没有责备他们 他也没有诅咒他们 他相反为他们祝福 他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他自己全做到了 为什么 因为那是父亲的爱 父亲的爱 我跟我奶奶长大 我从小跟他长大 我记得我伤害过我奶奶 无数次 但是我从来不记得 他以言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来对付我 他总是说 这孩子不懂事 长大了就好了 你知道 耶稣告诉我们的 就是这样的话呀 我小时候 跟我弟弟打架 他拿了我一个铅笔 然后呢 我就把他的 把我的铅笔拿过来 把他的铅笔也拿过来 他打我一下 我踹他一脚 后来我母亲来了 我母亲来了 怎么说 为什么打 我说他抢我的铅笔 他还打我 我母亲怎么说 把你的铅笔给他 再给他一根 他打了你一下 过来 再打他一下 这就是亲兄弟姐妹之间 做父母的 就是这么看我们 我们争什么 打什么呀 我们都有共同的天赋 是他给了我们阳光 空气 雨水 大地 来养育我们 我们所吃的 所用的 所住的 没有一样 不是他给的 我们活在他的爱里 我们为什么要彼此残杀 这个地球上充满了导弹 核武器 我们自己可以毁灭自己几百遍 他看着心疼 他借着耶稣来跟我们说实话 说你们是亲兄弟姐妹 你们不要这样互相残杀 你们要饶恕 你们要认自己的罪 免别人的债 他都是为了我们好 我们活在福中不知福 活在爱中不知爱 我们以为这是大自然 这个这个你说这天地万物日月星辰 你说这个阳光空气雨水大地都是爱 可是我们说这是自然 瞎碰碰出来的偶然的巧合 不对呀 你好好想想 我女儿 我女儿 我张柏里女儿一样大 这个小时候我就看着他 放学以后回家 打开冰箱就吃 做饭做得不好 他就抱怨 他吃着我的 住着我的 用着我的 花着我的 多么自然呢 你如果收钱就不自然了吗 但是他如果到商店里去 拿个苹果都得交钱 他为什么到我家里来 什么都白白给 他觉得很自然 这叫自然 什么叫自然 自然就是恩典 就是白白的给你 不要钱 而且呢 你拿的越多 越高兴 这叫恩典 大自然是不是这样 你耕种土地 土地就给你长出植物 供养你的身体 对不对 你享受着阳光 呼吸着空气 一分钱都不要 你空气你知道吗 你一会儿不呼吸就憋死了 多重要啊 不要钱 你不吃苹果死不了 不吃牙鲤死不了 一三天不吃饭也死不了 可是你那个东西就花钱买 为什么这个空气 你不呼吸就死 却不花钱 因为上帝知道 有三样东西 有三样东西 人离了就活不了 他的儿女们都需要的 哪三样东西呢 光 气 和水 所以当初他创造的时候 他就想 人啊 将来要堕落 要犯罪 人特贪婪 什么东西只要能控制了赚钱呢 他就控制了赚钱 你说本来这个地也是富瑞的 也是白白的 结果后来搞房地产 搞得越来越贵 好 阳光 空气 雨水 这三样东西 上帝说 我的儿女们都需要 我要把它造的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控制 免得他们坑害其他的儿女 你看上帝多有智慧 多有智慧 多有爱心 多么有先见之明 他就把这三样东西造成了 我们谁也不能控制 每一个做儿女的 不管你是义人还是坏人 不管你信不信他 他都给你 要感恩 要感恩 所以耶稣来了 就把神的爱完全表达出来了 他指着大自然 讲述神的爱 把圣经概括成一个爱字 给他的基督徒 给他的门徒 一个标志 就是爱 而且他自己活出这个爱来 耶稣就是爱 这就是至高的善 如果全人类各个民族 都遵循耶稣的榜样 我们这个地球上 会多么太平 我们的这个国家 会多么太平 我们的家庭 会多么太平 这是耶稣告诉我们 什么叫善 他用他自己的生命 告诉我们什么叫善 当然耶稣还告诉我们 什么是永生 真正的生命 他说真正的生命 是你们的灵魂的生命 灵魂的生命 他说你们的肉身是无异的 叫你们活着的乃是灵 那个创世纪二章七节 上帝造人的时候 在伊甸园里 就是这样造的 他用泥土造了我们的肉身 然后呢 第二句话是怎么说的 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之气 吹到我们里面 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 所以我们的肉身来自泥土 靠泥土养活 将来归回泥土 可是我们里面的灵 是上帝给我们的 他的形象 我们靠他的话来养活 将来还要归回他 肉身是靠着大地的 脚踏着大地 但是我们的灵魂 是仰望上天的 靠天 所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一个有灵的活人 所以耶稣来了以后 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叫你们活着的是灵 肉身是无异的 因为肉身总是要腐烂的 总是要变作花和草的泥土 那个肥料的 你不管你现在怎么吃营养药 抹营养霜 将来都是一堆土 但是唯有你的灵魂是宝贵的 你的灵魂将来要回到神那里 因为神就是灵 要回到无形无相的那个世界 而且将来有一天还告诉我们 我们的肉身还要复活 将来还要再给你一个肉身 还是你那个灵魂 我读海涅 德国有个德国的那个文学家海涅 他说了一个故事 说得真好 他说 肉身不能创造灵魂 但是灵魂可以找到肉身 你们注意这是千真万确的 他说有个英国的科学家 制造了一个机器人 说话 做事走路 那个腔调什么 完全像英国人 连喝咖啡的样子都像英国人 可就是没灵魂 结果他就天天追着那个制造者 要灵魂 那个制造者说 我的工程师说 我就一个灵魂 我怎么给你呀 我能造肉身 我就是不能造灵魂 结果这个机器人不干 追他呀 结果这个工程师 没办法逃到法国去了 逃到法国一个乡下 藏起来了 结果没想到有一天半夜敲门 机器人找来了 说给我灵魂 给我灵魂 结果他最后没办法 他就把这个机器人摧毁 不然的话 这个机器人老跟他要灵魂 这是肉身 没有灵魂 是死的 是死的 他必须有灵魂 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但是反过来 海涅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有灵魂 你把灵魂洒出去 他会自己找肉身 肉身找不到灵魂 但是灵魂自己会找到肉身 他举了很多例子 他说 包括马克思主义这些 我们后来的 马克思 他就把他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就Spirite 其实就是灵了 撒出去了 撒到欧洲 撒到中国 越南朝鲜古巴 就找到了毛泽东 找到了古巴的总统 叫什么 卡斯托罗 找到了斯大林 列宁 灵魂可以找肉身 他可以附在肉身上 所以朋友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将 我们的肉身将来要死掉 但是你的灵魂不死 将来有一天 上帝要给你一个新的肉身 你的肉身复活 我们听起来 好像 哎呦 这太玄了 本来就玄 不仅玄呢 神呢 神比玄更玄呢 这才叫神呢 我觉得我们人呢 有时候不讲理 你本来就是想找神嘛 你找人 遍地都是 本来就是要找神 找得高过我们的 更高的 结果他来了以后呢 你说太神了 我不信 你是不是不讲理啊 处女能生孩子 死了以后三天以后复活 然后复活生天 这事我不能信 因为他是神 他必须如此 如果他不能如此 他就不是神 你信他干嘛 处女 结了婚生孩子 谁不会啊 你干嘛信耶稣啊 死了以后烧了 谁不是这样 你干嘛信耶稣啊 他之所以值得我们信赖 就是因为他超越我们 他能做我们做不到的 他能说我们说不 他能说我们说不出来的 他能行出我们行不出来的 伟大的爱 我说到底啊 耶稣这个人真的可以信赖 他这个人太好了 你古今中外 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人 这么好一个人 他可以为你舍命 他从来不伤害任何一个人 你说他疯吗 他比那个清醒的人 还清醒一百倍 你说他傻吗 他比咱们聪明人 还聪明一百倍 你说他是个骗子 No 他用自己的生命 爱我们 他比最善良的人 还善良一百倍 你怎么能 不信他呢 就是因为他说的话 太悬了 太神了 就是要信他呀 他不会骗我们 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 是我知道的 他说你们不信我 必要死在罪中 你们一定要信我 他真是苦口婆心的 来告诉我们 他自称是神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难点 如果说他是一个很高妙的人 高妙的老师 我们都信 可是他说他是神的时候 我们真难信 可是就是要信这一点 他说你们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 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 他就这样讲 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 生命的良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他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他的话 非常的绝对 从来也不跟我们 婆婆妈妈的 讲论证 你要信 你就得着了 你要不信 你就得不着 有人说 哪有这种事啊 这叫恩典 耶稣说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因为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注意 耶稣怎么说话 这个话一点都不合逻辑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为什么呢 因为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寻找的就寻见 为什么 因为寻找的 必寻见 哪有这么说话的 就像咱们 咱们人民说话 你为什么请我吃饭呢 因为我请你吃饭 你来了 为什么你来啊 因为我来 为什么一请你就来啊 因为你一请我 我就来 因为所以 是叫条件句 你知道吧 因为是条件 所以是结果 可是在耶稣这里 是无条件的爱 是无条件的恩典 这个条件句 不存在 不成立 扣门的 就给你开门 为什么 因为扣门 就给你开门 你问我们做父母的 孩子问父母 怎么问 Daddy 你为什么这么爱我 傻孩子 因为我爱你 空气也是一样 如果我跟你说 空气现在就在我们中间 你只要一呼吸 就进到你里面去 你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一呼吸 他就进去 因为他等着你 他无条件 根本就是无条件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呼吸 一张口 他就进去 耶稣也是 只有一个条件 只要你寻找 就必寻见 这就是神了 神 如果来到人间 向佛教 向道教 向儒教 向回教 要让你苦修苦练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信他 真的 他就等于说 我是神 我可以救你们 你想不想得救啊 你说好啊 你是神 我想得救 那好啊 想得救 好好修炼吧 积德行善 苦修苦练 等等等等 那你就可以说 你是个假神 离我 离开我吧 为什么 既然是神 为什么 我还没能力救你 还得让你自己苦修苦练呢 那叫什么神呢 我也会干这事 你想得救吗 拿钱呢 想得救吗 去行善呢 谁不会说这话呀 唯独耶稣不是这么说的 耶稣说 凡是你们信我的 就必得救 什么叫信呢 就是你的心灵和诚实 跟他的灵一通就得救 这叫信 很多人不会明白什么叫信 因信成义 我们常常讲因信成义 白白的恩典 你一张嘴 空气就进到你里面去 你一寻找就寻见 你一扣门就给你开门 你一呼求他 你一祷告 天生的父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你 这叫父子关系 这叫亲情的关系 这不是花钱买的关系 有人说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你们基督教就是白白的 所以我才不信 我怕上当 哪有那么多白白的 不错 在人间呢 如果有人说白白的给你 千万别要 但是上帝什么都是白白的呀 连你的命都是白白的嘛 这是如果你的父母说 孩子啊 我白白的供你住 不收房租 白白的给你饭 不收饭钱 白白的 你信不信啊 要信 因为那是你的父母 同样 上帝借着耶稣 向我们说话 他转达的是上帝的爱 感谢他 他就是白白的 就是无代价的 你只要信就得着了 耶稣每一次在救人的时候 治病的时候 他都问你信吗 如果你说主啊 我信 他马上说你的病好了 你的罪得赦了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感到很奇怪 这不合人间常情 如果有个医生 来给我治病 说永志明 你相信我能治好你吗 我说医生 我相信 然后他就开始治我 拿刀子 叉子 剪子 然后就治我 可是耶稣不是这样 耶稣说 你信我能治好你吗 你说主啊 我信 耶稣说 你好了 他不用再治了 仿佛你的信 已经医治了你的病 你的信 已经赦免了你的罪 为什么这个信这么奇妙 好像是万能钥匙 我今天告诉大家 什么叫信 信 就是你的灵 你的心灵 跟上帝的灵相通 信 就是那个电插头 插到那个电插座上 那么一插进去 电流 叉就过来了 灯就亮了 那个风就响了 电扇就转了 你如果不信 你自己铺了那个电扇 你如果不插进去 你自己铺了电扇 累死你 你如果不跟上帝相通 你如果没有天人合一 你如果没有得道 你怎么修炼都没用 你怎么修炼 你还是个罪人 你怎么修炼 你越修炼 越骄傲 因为那是你的能力 好 我信了耶稣以后 我才知道 我越做好事 不管奉献多少 做了多少好事 回家还得认罪 因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因为我一接通他以后 他那个光就照亮我 照亮我以后 我知道我多肮脏 感谢耶稣 这叫恩典 恩典是白白的 只要你来了 他就给你 因为你是他的儿女 是他的儿女 真是感谢他 他不仅有恩典 而且他有能力 他有能力 他白白的给你 我们知道这两件事 加在一起多么重要 又有爱 又有能力 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 就像父母对儿女的爱 这个能力是上帝创造天地的能力 如果我们只有爱 没有能力 叫爱莫能助 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 常常是这样 对吧 但是如果只有能力 没有爱 变成邪恶 可怕 非常可怕 但是耶稣不是 又有能力 又有爱 他的爱 已经用他的生命 表现了出来 他的能力 通过两千年的历史 表现了出来 两千年来 他成了人力历史最伟大的 最伟大的一个人 他当时就知道 他说被尼瓦匠丢弃的这块石头 将来要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 他自己就知道 他是出生在马草里 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 没有进过学堂 是个卑微柔弱 如羔羊一般的人 他却征服了人类世界 2004年 是耶稣诞生 2004年 对不对 我们有好多人不知道 这个公元是什么意思 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 他一入世 把人类历史批做两半 他来之前叫公元前 来之后叫公元后 多么伟大的能力 但中国共产党1949年 统治大陆的时候 他们订年号 就订了个1949年 哎呀 他们自己没意识到 这是耶稣1949年哪 以前都是康熙多少年 雍正多少年 乾隆多少年 现在好 是耶稣多少年 他不知不觉 把耶稣当成王了 上当了 这一点啊 比那个台湾都好 台湾还中华民国呢 就是比较狭窄 但是现在 你就过去啊 中国按照中国的帝王纪念 纪念号 日本像明治多少年 按照他们的 像罗马也按照他们的 自从耶稣来了以后 全人类统一用耶稣 纪念号 真是感谢神 感谢神 啊 这个还有很多 像圣诞节 感恩节 啊 还有像圣经的发行量 像赞美神的诗歌 像遍地的教会 都表明了神的大能 都表明了耶稣 是真的 还有多少个破碎的家庭 重新和好 多少个孤儿有了家 多少个浪子回头 罪人悔改 啊 哪里有耶稣 哪里就有爱 就有和平 真是感谢他 他不仅 啊 是一个爱的神 也是一个有能力爱的神 只要你信他 他真有能力 我今天看着 那个张伯丽在这带领 诗歌啊 我就特别 也是特别感动 因为像我们这些人 原来你们都知道啊 我们 原来搞参加过民运 其实我们原来也不是搞民运的 我们都是知识分子 他是作家 他会唱歌啊 那个 呃 我呢是搞文化研究的 学哲学的 我们跟政治都无关的啊 结果后来 就是被卷到里面去了啊 现在成了耶稣的门徒 啊 这就是在耶稣面前流眼泪 啊 成了他的传道人 可能有些人不理解 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告诉大家 他是神 他有能力拣选任何一个人 圣经的保罗 原来是杀基督徒的 耶稣就拣选他 你不能再逼迫我 你要服侍我 保罗的眼睛立刻看不见了 直到他认罪悔改以后 他才看得见 神可以拣选任何一个人 你知道耶稣拣选了乞丐 下那个下层人 也拣选了皇宫贵族的人 也拣选了美国的总统 英国的女皇 对不对 也拣选了科学家牛顿 他拣选了民主党的 也拣选了共和党的 拣选了国民党的 也拣选了民进党的 他还要拣选共产党的 他要拣选了反共产党的 在耶稣眼里 所有的人都是人 不管你有多少学问 或者没有学问 不管你是什么党 什么派 不管你是男的女的 东方人西方人 过去的人 现在的人 在上帝眼里 我们一概是他的儿女 我们都偏行几路 我们都狭窄的要命 我们好像是狭路相逢的仇人 我们斗来斗去 打来打去 自以为义 自以为对 自以为是 结果这个地球上不得安宁 国家不得安宁 家庭都不得安宁 夫妻都不得安宁 但是耶稣来了 还我们的本相 耶稣说 你们都是罪人 我是神 你们若不认 相信我是神 你们若不认自己的罪 必要死在罪中 所以在耶稣面前 我们都降服下来 我们都承认 我们是罪人 我们原来的知识 学问 我们救国救民的报复 我们的骄傲 哎呀 在神面前 真是丑陋不堪 渺小不堪 感谢耶稣 他来了 给了我们美好的 这个生命 给了我们美好的家庭 这个我们都知道 像我 你知道原来我在 在北京的时候 哎呀 我跟刘莉莉 我跟我太太打架 打的全程都知道 这个就是没法解决问题 要闹离婚 耶稣救了我们 因为当我来到耶稣 面前的时候 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我不是英雄 我是狗熊 我先不要救国救民 还是先救自己吧 然后在耶稣面前 认罪悔改 慢慢慢慢的 这才走上正当 走上异路 生命才有了光 我太太也是 她信了耶稣以后 她的生命发生了改变 她再也不像原来复联主任 那么厉害了 她再也不那么自以为意 人只有还了你的本相 你才活得像个人 不要上蛇的当 那个蛇引诱夏娃说 你吃吧 吃这个知识果 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 你就能够像神一样 分善恶 错了 我们都上他当了 我们哪像神呢 我们都是人呢 我就想我过去 为什么我跟我太太老打架 我们家俩神呢 一个男神 一个女神 我的眼睛像亮的 像神一样 分她的善恶 她的眼睛亮的 像神一样 分我的善恶 全中了蛇的当 诡计了 都是蛇说的 耶稣来了 真好 耶稣给我们扭转过来 扭转过来 说 蛇说 你吃吧 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 耶稣说 你就瞎了 耶稣说 你们若承认你们是瞎子 我就叫你们能看见 你们若自以为能看见的 就瞎了眼 那个蛇的第二句话是什么 你就像神一样 耶稣说 我才是神 你们是罪人 你们若不认罪悔改 必要死在罪中 你们若不信我是 必要死在罪中 第三句话说 你能分善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